黑色座车摇下车窗 这声招呼却引起众怒 坐在车上的人传出就是陈菊 道路双向封闭 嘟嘟监察院长坐车畅行无阻 去年12月16号17号 刚上任监察院长不到5个月的陈菊 人到了新竹司马库斯 第二天中午约12点40分结束行程 在逐60厢到20.5公里处 大陆施工双向封闭 被人募集许多名车停靠一旁 就连想要上山安葬亲人的丧架 也只能等 陈菊车队却能顺利通行 我自己私人然后请假 然后到司马库斯 媒体还想再问却被监察院 人员阻挡该给的解答说不清 当时还有百般无奈的丧家 是不知情还是默许 院长只留下这一句 我自己一部车 其他四部车都是坚实相攻守 经过有修路的过程 修路什么时候可以过 什么时候不能过 这个我想相关的规定 我都是配合这个新竹的坚实相攻守 我认为没有什么特权 我也不会耍特权 当然陈菊比较特别 他曾经为台湾的民主人权付出牺牲 但是一旦他掌权的时候 他比谁都没有民主人权的概念 像是个太上皇一样 回顾民进党特权也不是第一次 2018年底南台湾暴雨沉灾 10任副总统陈建仁 搭公务车邮金门 2020年丁一鸣明明明没有公职了 到中正一分局应讯 却能大喇喇开车前往停车场 躲避媒体 中正一分局他其实并没有开放给民众停车 但是却因为第一名要过去做笔录 就可以有停车位的一个特权 还衍生出分局长出来 好像吊虎离山 让他离开的这样的一个花絮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特权文化 马屁文化 蔡政府从上到下作为挨轰嚣张 小英过去一句 民进党不反商反特权 如今听来格外讽刺 记者台北众号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